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喊水的人一定要用诚心诚意地去喊才会流水出来的 杨老爷 开门吧 加门了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刚才我说杨老爷放水出来喝 我们口渴了 我是用冻米 怎么还没出水呢 要不然你试一下 可以 杨老爷 我点水出来 我口渴了 哇 水好大 哇 赶紧喝 喝一下 多喝上几口 这口喊甜水啊 真的是太生气了 喊两声过几分钟就冒水出来了 我是第一次见的 不知道它里面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叫它杨老爷 杨老爷 杨老爷就是这里面住的一条龙 长着羊 羊脚的一条龙 然后我们就叫它杨老爷 传说中呢就是发生了凡人 然后来到我们民间保佑我们这里的平安 没有水的时候它会给我们水喝这样 哇 太神奇了 小伙伴们有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 连大哥 它这个水怎么又变小了 因为这个水它只流一趟 大概有两三分钟这样 然后流完它就没有了 要过两三个小时 再来寒的才会出来的 这里就是我们杨老爷的庙 逢年过节 我们都会来进入香火 日夜保佑我们村民 风调与盛 广播我们的山水 今天连大哥又带我长见识了 其实我们贵州的苗族洞族 都是有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科学它是无法解释的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见过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现场体验一下 喊山泉水 这几天连大哥还会带我去他们洞族 体验一些更多神奇的事情 我会把它记录下来 让所有的小伙伴们观看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